说一下原方发育路怎么二技能一次性清完所有的兵线啊 真的好多人问我 首先是我带的名文 十个异变 十个引力 十个阴眼 这就是俗话说的引力百双名文 这一套是足够完全二技能清完一条兵线的 还有一套名文我会觉得更适合发育路一点 就是把两个异变换成两个无双 卡一个后期的250暴击效果 再把蓝色中的三个引力换成三个夺翠 但是这里要记住一点 三个无双是不能清完一整条兵线的 来到实战 我们说一下二技能清不完一条兵线的原因 注意看我现在站在这个位置啊 所有人二技能清不完一条兵线都是这个原因 看到这个位置呢 你站在兵线太后面了 然后你仔细看 这就会使你最后一个兵少一个280的碰撞伤害 这就是你无法清完第一条兵线的第一种原因 那么第二种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你也发现了这个问题 然后你一着急站得太前了 这就会使你前面一个兵吃不到二技能的持续伤害 导致后面两个兵清掉了被对面暴打 so到这里可能有宝子就急了 快快快告诉我到底是怎样做二技能 才能清完一整条兵线 看我现在站的这个位置 也就是当你的飞轮碰到自家的第一个小兵 就不要再往前走了 一个二技能就可以清完所有的兵线 当然到这里还不能直接拿去用 你还需要注意这三个点 看到第一个前面小兵的血量了吗 它是满的情况下没有被我们这边小兵A一下 你二技能过去是补不到这个兵的 所以你就不能立马升到二级 这是我研究了好久才发现的点个赞不过分吧 接着我们来说第二个点 就是如果你遇到了那种平A特别强的射手 比如鲁班后一种类型的 手千万不要抖点刀出了鞋子 不然一个铁剑加鞋子是A不过它的 你可以选择两个铁剑或者一做一个副甲 第三就不用我多说了吧 双按箱敌人节公孙尼都不能用 只能为手当狗等四级 不过闪现双按箱是可以的 记一下 好到这都学会了吧 真聪明 如果没学会的话不要着急 我们再看一遍 你一定能学会的